2023年的好声音即将开播 这个备受观众关注的音乐综艺节目 已经迎来了两位备受瞩目的学员 首先是大网红李炮 他与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巨大粉丝基础参加节目 并在盲选环节中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实力 另一位学员是第一季的回锅肉选手张伟 他曾经在第一季中有过一段时间的红货 但由于种种原因 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并转型为演员 张伟此次选择重返舞台 再次参加好声音节目 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因为他在过去的几年里 并没有取得突出的音乐作品或者足够的关注度 李炮的参赛备受期待 他作为一个大网红 拥有着庞大的粉丝基础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 以及个人生活 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追随者 他的音乐风格独特 融合了流行 嘻哈和民谣等多种元素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他的参赛也可以看作是对粉丝们的一次挑战 他想要通过参加好声音这个舞台 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红人 也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音乐人 然而 张伟的参赛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虽然他在第一季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红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逐渐被观众们所忘记 他的音乐作品和个人形象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缺乏突出的作品和关注度 因此 他的决定再次参加好声音节目让人感到困惑 人们开始怀疑他的动机 究竟是为了重新获得关注 还是真正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才华 李炮和张伟的参赛引发了人们对于音乐综艺节目的讨论 有人认为 这类节目应该给予更多的机会 给那些有实力但缺乏知名度的音乐人 而不是像李炮这样的大网红 他们认为 这样做有助于发现更多的优秀音乐人 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而对于张伟的参赛 人们则持不同的态度 一些人认为 他应该得到重新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而另一些人则对他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认为他只是想通过节目来炒作自己 无论如何 李炮和张伟的参赛 无疑给今年的好声音节目增添了一丝新鲜感 粉丝们对于李炮的表现充满期待 希望他能够在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而对于张伟 人们则对他的表现持观望态度 希望他能够用音乐来回答那些对他的质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两位学员的参赛注定会成为本季好声音的一大亮点 引发人们对于音乐 才艺和娱乐产业发展的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